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 并且在近百年的岁月中,中国人还备受外国人强烈的欺凌和压迫 正是这个时候由洪秀泉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全国 并且在短短14年的时间里面,就几乎占据了清政府的半壁江山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且定都南京 改南京为天京,从此开始与清朝对抗 太平天国实行了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 所以在太平天国所管辖领域内,实行了避讳制度 于是为了给太平天国的王避讳 我国的很多省份都被太平天国改了名字 当时永安建制一共有六个王 分别是天王洪秀泉为万岁 东王杨秀卿九千岁 西王萧朝贵八千岁 南王冯云山七千岁 北王伟昌辉六千岁 一王十大开五千岁 这些人都称之为王 而按照封建社会的制度 地方之名就应该避讳 所以当时的避讳就主要是人名方面 若是名字中有个字和天王洪秀泉是一样的 就必须改字 或者在写的时候写一笔之类的 这种现象在当时可谓是非常普遍 而太平天国就更加过分了 九哥哥省的名字也要开始避讳 如山东山西两个省 就是为了避南王冯云山这个山子的会 便改成了山东山西 而云南省则是为了避冯云山的云 所以改成了云南 贵州则是为了避西王 萧朝贵贵字的会 改成了贵州 若是不知情的 还以为这是广西的地盘呢 众所周知 太平天国的起义之地 在于广西 这些王们大多数也都是广西人 所以他们便把广西的名字 改成了贵府省 其意义也是为了祈求上天保佑 而浙江江西新疆这些地方 也改成了浙江江西新疆 此外其他地方改的是更多了 给当时的人们造成了很多的不便 除了这些所谓的避讳之外 太平天国的高层 还根据其个人喜好 进行省份名字的修改 清朝时期的行政区化为 省府道县四级 而太平天国则是给改为了 省郡县三级 更加过分的是 当时的天津归属于直立省 而是中央直接管辖的 可天王洪秀全却偏偏认为 此地的百姓被清政府洗了脑 全都是罪人 于是他在攻下天津后 便将此地改为了最立省 如此近况 便异想天开的给全国改名 可见确实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也正是如此 因为太平天国这些统治者的恶趣味 使得其内部矛盾越来越大 最终内忧外困 太平军被清政府联合洋人绞杀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就此宣告失败 在晚清末年时 太平天国虽然带来了 西方先进的思想革命基础 然而洪秀全所领导的起义 却不可避免的带有 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没有长远的眼光 也没有治理国家上的一套固有体制 以至于最终失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